没错这是TS2014的彩蛋音乐 OK欢迎回到经典模拟列车2024 对没错这游戏又加了个年后 它可能是为了这个游戏的15周年纪念吧 就是这游戏从Reworks开始算已经是第15年了 然后这次游戏本体也是更改了它所包含的限度包 一共这次只有5个都是非常经典的之前出过的老馅 就分别是里萨德雷斯顿 然后LGB 这应该是我17年那会刚入坑时候玩过的馅 好像是这样的 再有就是奥地利的是米腾瓦尔德铁路 美国就是这个东北走廊 华盛顿特区是巴尔蒂摩 这个馅应该是我前两年玩过 还有录过视频还有印象 包括这个阿希乐和以下464 英国就是菜单中最右边的一个 克拉斯221北贝尔斯海线 对 这期准备来玩个这个 这馅应该也出了好久了 就我都不知道这任务啥时候玩的 满分 这个馅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这期整个男的 这是一个捷挂的任务 对他要在切斯特战把两组五节的221拆开 然后我开前面的一节开走 这么一个任务 那走 这次这个游戏本体其实没啥特别多的更新 就是还是和之前一样 一些优化 一些修复什么的 他更新说明倒是贼长一溜 但是我实在是没记住啥 而且他对玩家的那种游戏体验 就是感知并不强 对 就是这样 嗯 幻想前 AWS字简圈 开一下雨刷 这毕竟暴雨呢 然后灯的话 直接开到nit接模式 应该就可以了 8点多了 虽然说天还没黑透啊 但是开nit应该不是问题吧 这空调 咱象征性的开一下 游戏中应该是没做功能 这毕竟这TS的老车 对吧 哎 方向幕是不是头尾不一样 后里 嗨 黑的什么路T的后里 嗨 后半那节是 WR怎么翻译了 Rex 不读了 确实两节终点不一样 走 然后这一次的TSC 2024带来的一个主要的新的变化 就是付费模式 他加了一个月付的一个订阅模式 嗯 就是他这个模式里边是包含有39个DLC 精准了39款DLC 然后以每个月46的价格发售 这样他就是相当于 以月为单位去订阅这一款游戏 然后他会给你 更多的线路 就是毕竟这个游戏的DLC也是非常的多的 这样就是相对于你单买 单买这一些线路来说 他这一个也是一个信价比非常高的选项 他目前是包含有39款DLC 然后如果算车的数量应该是过百了 而且这个月付包还会有更新 就是他线路会有更替 就不一定多长时间吧 但是 我看他说明中是说之后会更换一些线路 就是如果你一直订的话 你就不会就是说你只能玩到这么39个DLC 虽然说39个不少了 但是他应该还是会试时间去对这些线路 这些一些调整这样的话 如果你一直订阅的话 可以获得就可以玩到更多种类的游戏 这么会 就相对来说我是一个比较 我停哪儿啊 这个我应该是停前边吧 他给了那个停车位置 第一个黄色箱子 对 他这有那个箭头 这哈 对得得停到位 这 这黄箱这是干嘛 还得了垃圾桶吗 不懂吧 我靠冲标了 这是还有车 好 这盾的是啥车叫我啥的 目前这个人我还没玩 等他跳一下 然后看一下我这个停的咋样 啊 这车这什么事宜啊 啊 没事 分开 列车后部 然后稍微向前拉 朝第二个黄色箱子 并接载乘客 这样都解惯 这边有没有那个staff 好像没有 在没有工作人员 解挂的话 应该是可以直接通过 这个东西去解 开了 后边车内燃机 就灭了去吧 然后 往前走一点 车沟碟上了 哎动了 这车应该电传了 车往前一动 就整的跟跟机械传动字 往前开点 这回接到挺准点 但我这序眼我真看不见 他们 看不着一点 啊 他两个箭头分别是两个箱子的位置 我都停的靠后了 但这应该问题不大 看一下车尾应该没出屋去 没出屋去就没事 站台够吵 没关系 后边这辆车应该有另外一组乘务去接走 欢迎登车 这是不下来啥 从这一站是26分发车还有两分钟 通过这三站 然后到这这些车开到这挺远的 30英里 21的话是大概002年生产 不用投入使用的 摆许车呢 虽然说摆的幅度可能不算大吧 好像是6度了 记得 在摆许车里边 应该不是一个很大的角度了 我的主观印象 不保证严谨 我也不知道别的车头什么角度 这车最快是200公里 25英里 这下应该开不到 这下能不能摆起来 但我觉得这块好像不一定 不一定能摆起来 再说个看看看情况 然后看看派上 这车有COME 4的发动机 然后每一节车都有一个 一节车750马力 然后它传动的话 应该是电传的 有电机 它每一组转向架上 有一根轴有动力 应该是这样吧 它轴势是EA 是这个意思吗 不到 就反正你可以理解 成全动车 确实每一节车都有动力 好好 还有几秒发车了 HUD下去 这游戏DRA有做吗 有做 准时性加分 那看来每一个通过的 这门关上没 这游戏就是这样 它应该有一个成员的 对守卫封鸣器 守卫可爱情 但是我们的守卫 我们的重员同志并没有 他并没有做这个封鸣的功能 这我也不知道 它门有没有关系 这可以吧 其实 我操什么灯 我操 怪吓人 初战不看信号 咱诸大一个属意性 我应该看哪个信号 我左边的是吧 应该是这个呀 咋不放我走呢 怎么回事兄弟 有车吗 没有车给我开信号啊 这陨石通过了还 不是 真没有车呀 真能走呗 干啥不给我开信号 确认一下啊 刚才申请过了 对吧 平安无事 难道是因为解挂吗 解挂应该不应该 他 应该是能开那个 初战信号的呀 你要是连挂的话 他可能得喘一个红盾过去 得跟 联系一下 调度 不是很动 但我出来了 他摆式的话还会有一个抗测性的功能 我不确定这是游戏里面做出来的一个不太对的特性啊 还是真的有这个功能 就比如说像这种轨道 他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外轨超高还是咋的 反正我感觉车是水平的 SET也会有类似的情况 就是车是平的 但是大的曲线确实会那个 提限速了 功率是四档 嗯 电船 没记错 毕竟这车的电流 电流表 是电流表 HOD上有电 好像没有电流表 没事 这下能开多快 我靠 好阴间的灯 毕竟这游戏时代是 Dogtail的 平板 咱就主打一个火车上办公室吧 这游戏就实在是太 长寿了 真的是 我看那个开发者开发的那个计划只有一个什么是开发计划还是什么东西的啥玩 信号还是速度 这游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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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貌似Doftail在想给这个游戏加超线程 那就是说目前还没有超线程 有超线程的话 它应该卡的地方 因为CPU算力限制的地方会好一些 但是好像这款老游戏加超线程 并不是那么简单直接的事 它应该需要涉及到把不同的地方交给不同的东西去渲染 这个具体我就不懂 我只能胡咧咧一下 提速刚才的LWS爆了个什么东西 除了车内挺好近 我少了五节车 这边轨道分出了两个分子 我可以提到75的速度 它竟然做了这种随速度的物理 天 确实比没有好 但是你放到现在还是不太能看的 不过经典反正现在卖的也不过意 你知道等它打个折了 这五条线小几十块钱搞下来了 订阅包 单月买是46 如果是像那种半年付的话 就是33 还有折扣 一年能花多少钱 300多 要经常玩的话 其实还可以 就我觉得这个游戏不是一个能能连续玩一年的游戏 不过其实也可以啊 主要现在有个世界 太长寿了 不过 木地火车世界目前还没有 没有推出这种 那啥的计划 那个订阅包的计划 可能他们嫌DLC说的不够 这我就不知道了 这车内好近啊 听不见那安吉一声 听了像那个转向加轮轮轨的声 还有转向连一等座 有别的车厢吗 没有 英国车应该是没有定速的 为这种长驻车也没有 我印象中3.5好像就没有定速 当然这车的一档的功率就够我提速的 这是一个简直的 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是什么 因为你能这样做的 就是 你应该是在这种心里 就比他重心地 你们修起真的很少 非常体重 是的 如此 那么 这雨刷的声针非常的催眠 配上这个雨 主要这次选的一个雨 下雨的场景也是因为 我们这儿在三次园中 它也在下雨 就现实中就在下雨 我们这今天下雨超级冷 够冻够像 没事让我们在游戏里边接着冻着 那空调18度来吧 冻死你们 冻死这一车空气 让空气都凝固住 毕竟这老游戏也没有乘客 下一站小盾 第站台 20.34到 准时限扣分要来了 老TS的分数相当严格 它主要是有一个满分之约 它不像那个TSW 它分整的贼狗 你也不知道满分多少 然后你玩的差不多 就有一个派提令的奖牌 钻石奖牌 但是这游戏不行 这游戏它有一个1000的满分压着你 给你压力 这线楼限出漆入 这纸下肯定能跑更快的 不过可能跟别的相关 轨道路基质量什么的 这边是1比143的下坡 这个比例我还真算不太明白 不是算不明白 这没有概念 我除一下看看百分比是多少 千分之零点六的 千分之六 千分之六的下坡 千分之零点六过分 百分之零点二六 0.01是百分之一 对 我这个数学也不太行 嘿 准时性扣分 虽然说它是加分了 但是它加的不是满分 那就是扣分 当时这游戏还挺有挑战性的 就是 它会有一种 就是没有魔力火车世界4 那么的悠闲的那种感觉 它毕竟五个难度 五个难度就会预示着你 它很难 说的是废话 但是会让你有一种紧迫感 以及它真的会扣分 它真不给你满分 这游戏其实当当时也有一种 就我之前都是 我会有一种想刷满分的冲动 这一个人50分钟啊 你要刷一次满分 那一个点没了呀 这才是游戏时间的杀手啊 这你跟TSW4那站台走车 那都 不是一个级别的 不是一回事 过隧道就能看到 不是隧道 算 可以算 桥动 就可以听到电影机的声音了 折回来了 还是蛮静的 车外呢 嗯 有的 哎 一节车750马力 一节车的动力 顶一个W5FH750 所以老游戏的声音 反正音质什么的都不能算好 跟TSW6还是没发比的 可能新出的一些线路会好一些 但是好不容易拿去 这游戏做声音很难做 比如说 具名的class323 在这游戏里边的音效真的是 比音箭还要下地府 比下地府还要音箭 什么东西 但这游戏也有一些 比如说那个BR42 BR42会有一些做的不错的声音补丁 真挺好听的 摆起来了 摆起来了 我们摆起来了 摆回来了 下一站弗雷特 一眼看看加特林 328 晚点一分多 虽然说在可能现实世界中的德铁 英铁什么的晚点还是挺稀疏平常的 但是在这个游戏里边也要赶晚 他扣你分是真不留情面 超速了 超速扣分也很狠 就这游戏 你想玩到负什么几十万分 那都是很轻松的事情 TXW还是太仁慈 其实我们有预告线素吗 这么高速度下的降低线素应该会有啊 可能我刚才拍照里面看见 毕竟英铁预告线素其实也挺远 挺远的 距离挺长 那自动手柄是个无极的 无极的 天呐 刚好 所以这一把杂料得非常的合 天呐 你这个限速牌给它藏了 藏了 藏了 天呐 藏一个树后边真的是 看我能不能站在这拍一张 不太好看啊 我要再往后一点好了 就是暂停早一点 木头棒的这游戏能暂停截图了 天 好久没玩了真的是 没有印象 这游戏可以暂停截图啊 我这个这 我急什么玩呢 没有必要啊 这限速因为啥车站吗 Pore 不是Pore 这Pore不至于 这没有明地标了吗 这是小道口 应该要明 因为弯更不至于了 刚才呢 摆起来的90 90多英里 对啊 90英里的弯能摆起来的 跟弯也没关系 不是很懂 我好饿呀 不知道他们铁路公司能不能提供杂与薯条 哎呀 晃起来了 刚刚才那个晃动还挺自然的 我都觉得 虽然说我在怀疑这个晃动会不会是bug 但是 我都觉得他这种晃动要比tsw要自然 其实tsw的晃动会给人一种 一段数据重复复制粘贴的感觉 这游戏的晃动虽然说看起来 会自然比较随机一些 但是我感总感觉他是不是 哪个数据算错了是个bug 就就各有各有优励 看起来自然 但实际上呢 其实也不能算很自然 下架还是通过 什么雷普普雷斯塔亭 好 其实你要读他英文的原文 应该 不是刚才没读出来不吃牛逼 摆起来喽 看一下四号视角 游戏特色呀 这可是 我吃了呢 幻影 这也是游戏特色 你们的四号视角在没有弯的地方就个轨道上面摆着 非常的难抵 这游戏要是AWS什么的响了 没有 车外听不到的 他不像死 他不像TSW他会做一个那种 防傻设计 这游戏没有 可能也是也是因为这游戏比较老一些 他会显得好像更纯粹一点 那虽然说可以刷分 这这也可能是这游戏能 能这么长寿的一个原因吧 虽然说官方还在续 但是你要真真没有玩头呢还是是也是试不上 还是有的玩 还有别的新鲜路啥 比如说什么柏林成铁 那质量还是很高的 我看没开那个高光效果不是那个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 光运还不是光运 开了 摆近一点 三角眼 挺好看的 灯 应该要停 不对 还没到那个普雷斯茶厅呢 还有9英里 啊 扣分 主要这游戏扣分会给人一种压力的感觉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你有时候你好不容易 围棋住的满分 一不小心超速超了 零点几 不是零点几扣不了 超了一点几 然后扣的那么四分 你的分就变成了996 啊 那真的非常难受 这游戏是这样的 996 虽然我这个例子举的好像 就吃那个意思吧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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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站 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